大家好 我这一期本兰花 从去年的秋季 给它使用过一次长效肥之后 到现在没有用过长效肥 平时都是给它使用一些水肥 那么现在是它的生长期 所以打算给它施一次长效肥 基本就可以到秋季再施肥了 我给这些兰花施肥的话 主要用的是这种长效磨肥 因为这种磨肥它有一个很好的特性 就是当这个兰花需要营养的时候 它就会释放 当这个兰花不需要营养的时候 它就会停止释放 这样的话就可以很好的解决了肥害的问题 而且这个磨肥它是原装美国进口的 它的零元素含量比较高 还有铭元素含量也比较丰富 可以强壮它的根系的同时 又可以促进它更加容易开花 这颗是豆兰 这颗是卡特兰 这颗卡特兰长势非常的旺盛 所以给它多放上几粒 这颗卡特兰是开过花的 刚才的那颗兜兰是没有开过花的 因为它是小苗 大家看到没有 小小的 这颗是文献兰 前段时间刚刚开完花 给它修剪花杆后面有多久 也给它用上一点这种磨肥 我们给它使用这种磨肥 是非常放心的 因为它不会烧根 这一点是可以让我们的花友非常放心 这颗是蝴蝶兰 这颗蝴蝶兰的根系长得是非常夸张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蝴蝶兰还是在开花的状态 那么像这种开花的状态的蝴蝶兰 我们给它补充一点这种高磷肥 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能让它的花开得更加漂亮 品质更加好 当然这些兰花我除了给它使用长效肥之外 平时还会结合一点水肥 比如说像这种兰科专用有机养液 兑水一笔一千 给它浇灌 大概15天或者是20天给它使用一次 当然哪怕是7天给它使用一次也没有关系 因为我这里结合了长效肥 所以我就15天给它浇灌一次 好了这就是我给兰花施肥的一些方法 我们下期再见